昨天 昨天钱国府还有药 这太过分了 人都死了怎么还会开出药单呢 这谁也不能接受 喂 喂 钱先生您好 这里是人花医院 控制您缴费 昨天病人所用药品的费用是 八千七百九十亿 您还没有缴的费用 你等等 你等等 你说什么费用 昨天病人所用药品的费用 你能再给我说一遍吗 昨天病人所用药品的费用 又来了不是 你真把你们当成玫瑰花了 给你们点阳光 你们就没头没脑地伸开是吧 等着吧 等着吧 还真棒了当成冤大头了 等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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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给你们交钱 就催着我让我来交钱 交什么钱你知道吗 我父亲昨天的药费 你们还给死人用药吗 你们还以为我钱块没完花吗 别生气 这里面有误会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 天底下哪有那么多误会 钱我是交了 这回我交了钱 你们还收了钱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诈骗 这里面这个收据 就是你们诈骗我的证据 不是不是 这里面真的有误会 得了 你听我解释一下好吗 老虎不发威 你还真以为我是哈喽Kitty的 有你们好瞧的 你等一下 我叫吴院长 让他给你解释好吗 不用 谁来了有用 你们呢 就等着接法院的船票 齐先生 喂 珠三儿吗 我是钱块 好 好个屁 气死我了 你在哪儿呢 我有事找你 好 一会儿见 陈院长 有事吗 但那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陈院长 怎么了 人都死了 怎么会单子出来啊 没人告诉我呀 赶快把单子再查一遍 太大意了 来来来来来 看报了看报了 点备看报 看一百八十万医疗费的神奇背后啊 大家都来看啊 看新鲜的日报 看一百八十万区额医疗费 背后的黑手 来来来来来来 行 快点啊 免费发放啊 秦先生 您好 您好 我们的院长正在上头等您呢 那让他等会儿吧 我正忙着呢 快点快点 快干哪 秦先生 是呀 这有何必呢 研究长 当初你们多收我医疗费的时候 没想到会有今天 你放心 我自己买的 不需要花你们的钱 来来来来 拿去看 免费免费 免费好好看啊 你们找我来什么事儿 我忙着呢 没那么些钱功夫 钱先生 也许昨天的事情真的是个误会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对记者说 我说的有什么错吗 对不起啊 钱先生 我们只能再说一次抱歉 账目我们已经核对了 按照咱们的约定 我们减免百分之三十 今天就回到你的账上 用不着 你们还真是欺软怕硬啊 以为我是软柿子 就捏起来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现在知道认错了 晚了 你们让我不舒服 我能让你们过得好吗 也许我们真有错 但是你也用不着这么不依不饶的 坚持治疗 那是我们的责任吗 当初不也是你强烈要求的吗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 你们的方案我不接受 我已经把你们多收费的证据 送到了卫生局 至于什么什么什么坚持治疗 还有什么 你们跟药商有什么关系 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我也会请卫生局的 一并去查的 钱院长 吴院长 老实话说 鸡窝里头飞不住金凤凰来 我呀压根就没信过你们 对了 如果卫生局不管的话 我就告到卫生部去 我就不信 证不死你们 我都开了三天了 有人去你那儿吗 没有 麻烦了 这次事情严重了 你没事吧 没事 您信她有她的难处 这个时候 她需要你在身边 下班以后早点回去吧 她现在处在危难局中 自己的官司 加上医院的事情 她需要你在边上帮帮她 我有点担心 她有事太冲动 会做错事 知道了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本期的现场直播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因为高烧不明原因住院 来到了本市的人华医院 共住了四十天 花掉了一百八十万 至死都没有查明原因 死了家属 无法接受如此高昂的医药费 向院方提出了申诉 却迟迟得不到院方的正面答复 本台记者联合本市卫生报的记者 共同调查了这一事件 看看这高价医疗事件背后 到底有没有什么黑幕 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电视台的 请问一下你们的院长在不在 电视台的 你们可随联系的 我们院长说了 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 可以拍摄 好 大家不要拍了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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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咱们这要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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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院长 与许 你 樓外来了一些电视台的记者 被保安拦下了 你看怎么办 我正在手术 走不开 请他们到院办吧 但是我自己也要手术 一个孕妇 杨顺已经破了八个小时 没生下来 可能要抛腹 那就先忙手术的事吧 同志所有部门一律分口 另外 不要让电院长知道 好 我就去办 怎么回事 这么慢 有个电台的记者 躲在写库的门口 我们出不来